其他事件 其实就是从民生议题去攻击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操作 大概三个星期 就让这个农业部长下台 那你如果说再往后看 他其实是在想办法促死蓝白河 这个有一个蛮有趣的点 就是说他一开始是 以攻击国民党为主 然后去希望这个打压 然后去找外部的势力进来 但是到后来 当他破局的时候 他是反过来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他没有忠诚度 他其实好像就是操纵来导弹 尤其我们有看到就是说 他在台湾用中文 去操作中文大人议题的时候 他会跑到美国 用美国相关的这个讨论串 用英文去操作 美国相关的这个议题 所以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些账号他除了中文说的好 还可以讲英文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 PD上面有些使用者 他看起来是老乡名 就觉得这个不太像 我们原本的那个使用者 所以又去查核就发现 这个账号其实不是原本的 那个账号拥有人的 所以如果说有发现账号被盗的 千万要去报警 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只有来PTT Facebook Twitter 其实都是有台湾人的账号 被盗的现象 这个IP往下去追查 我们发现有非常多 IP来源是台湾 但它是台湾的网络设备 被植入后门之后 那有境外的账号 进来发表文章 而且这个发表文章的账号 是被盗的 所以它感觉是一个有系统的行为 就是说它是借由 攻击台湾的网络资讯安全 攻击台湾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 各个社群媒体的这个账号 再到上面去发 很多人的电脑变成像僵尸被利用了 所以这种手法 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像是 台湾的公关公司会做的事情 就中瓜我们刚才讲的 它是酸鱼的 它不是对任何一个证端忠诚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 只用的这种攻击的方式 其实不太像公关公司很多就是 几个人能帮我到网络上去发发文 它其实真的是有系统 在攻击台湾的账号 以及利用台湾的 网络设备做一些跳板